嗨,我是蓮 嗨,我是PoLa 嗨,我是茵茵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蘋果樹醫美診所 今天呢,我們要來這邊治療心理 我們要怎麼治療? 像我們啊,其實做YouTuber其實壓力很大 我們要面對一些粉絲的一些批評啊 然後覺得大家都不瞭解我們 所以我們來到了這裡 對,我們今天來這裡就是要來解決問題 用醫學的方面來看 科學的角度 然後看你的腦波怎麼來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獲得了大腦精英睫毛工程 它呢,每一個其實上面都有寫得很清楚 有什麼開創力、心想力、律動力、操控、推理等等 就是你每一隻手指頭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剛剛陳老師已經幫我們把我們的密碼寫在這了 雖然我們真的看不懂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詢問一下 好 好 在學習上 你的特質當中 你最喜歡音樂 聲音的明明度 第二個呢 你的最特別的就是 你的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很特別 因為一般人講什麼 你都聽不太懂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個意思 對,我是說得很強的 因為你要說得很強 哈哈哈哈 陳老師給我的建議就是 他說我當媽媽的時候 不要太唠叨 我會記住這個點的 第二個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 畫得好 就是不熟的人 你幾乎不說話 結婚的部分來了 POLAR部分 你長一個藝術家 類似藝術氣質高兩 藝術家 你會比較喜歡 但我就喜歡這種玩家 他會喜歡自我 玩家是朋友 對嗎 我覺得那指紋測試 真的蠻厲害 他就是這樣壓壓 然後醫生就這樣看你手掌 然後他就知道你的那個 你先天的那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他講的 其實還蠻準的 我們現在要在畫 情緒切片的圖 總共有八個圖 然後那個醫師就會看你畫的這個圖 然後來講解你的 個性啊 什麼之類的 那當下 反正我在做那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有點緊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好像他 就是你知道他在撤你 然後你覺得自己的內心 會有一種波動的感覺 就說我在被撤這樣子 就有這種感覺 我們來看 P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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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A的健康熟度算 裡面裡面呢 他是最平均的最好的 真的嗎 對 哇你看你的左右腦 比較均衡嗎 沒有 你看看這邊不太均衡嗎 他也是很感性 嗯 他的衣服都紅色的耶 對 因為很高 因為他悶在裡面 他悶得很多 悶得很多秘密在裡面 來嗎 你要有一些 秘密在裡面 真的 你要有一些粗 到底有什麼秘密 感覺長得多嗎 真的 你太均衡了 你太均衡了 好 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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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均衡了 這樣身體不好 好 有的話 你就會越來越好 好不好 所以我們從 從 科學儀器的輔助 再透過這個 情緒的切片 所以我們給你一個 沒有完成的圖形 你把畫出來的時候 就叫做 你把過往後 做情緒的切片 對 所以這片很精準 那一樣 我們透過情緒切片 也可以知道你是個性的錯 好 那我們希望說 你會看見自己 所以快樂門診的目的是什麼 讓你看到自己 產生自信 產生力量 產生希望 然後呢 有方向 有智慧 那就可以快樂 看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 真的蠻準 科技的東西 科學的東西 你看他現在看你腦部 你就知道 這個人睡不好 我真的也睡不好 這樣子 然後他也可以知道 就是我們的個性 就只是從那可能發張圖 或是看一些波紋 那些的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而且真的是有講進 我的心中 這樣 還默默的掉淚 這樣 我覺得未來我們真的 我覺得他的 感覺他的意思就是 我是可以當老闆那種 但我從小就是有一種 女強人的 我想要當女強人的一個夢想 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之後真的 可以找一個我喜歡的東西 去經營吧 我覺得未來 如果你們呢 也想要認識更多自己的話 也可以來這裡 這裡就可以幫你更認識自己 沒錯 我真的覺得蠻有趣的 很值得 這邊是蘋果素醫美診所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們點贏 請個讚 我們繼續拍下一集 不要忘記幫我們訂閱 分享 開張 那吃貨我們 我們下次見唷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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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走吧 來拍照 來拍照